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结合陆海空三维的网络 不但是透过多重的卫星等等进行备人 而且也在可能三个电线商的基地台 碰到各种程度不易的冲击的时候 要透过像灾难漫游或者是给警销专用的频宽 等等PPDR这些新兴的技术去确保说 我们能够及时地恢复而且还有回应的能力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数位的产业上面碰到像今天也提到的 AI的冲击等等的时候 怎么样快速地让各行各业都能够数位转型 而不能落下好像中小事业 微型事业等等的这些商家 那当然一方面大家知道 有台湾云市集的这个平台 可以去把我们的资讯服务业者的能量 特别是关于数据的处理的能量 能够快速地分享给所有的中小的商家 另外也让很多大三大四刚毕业的朋友 变成数位青年T2史 那这个T2史它可能接近九成 不是资讯的本科系 但是因为是digital native 就是数位的原生世代 所以也能够一下子就能够因应这种最新的冲击 我们还在试着适应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非常熟练地 在使用包含地端的生产式AI等等 那这些朋友们在三个月之内的平均就业率 也超过50% 所以其实是蛮好的一个 各行各业数位转型的一个做法 那所以最后就是想提一下 就是刚刚也有提到京都的 接下来周恩老板的IGF 那在里面的Day Zero 有一场专门就是 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就是未来网绩网络宣言DFI DFI是我们在2022年 也在外交部的写述之下 我跟60个不同的国家的伙伴共同签署的 那这个就是把网绩网络不是只是当作工具 而是当作一个韧性的一个价值 它当作一个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一个数位的公共建设 是由各国这60现在60几个不同的会员一起加入 那这也是很少见的 就是台湾是一个Full Park 在里面是一个完整的伙伴的 这样子一种国际的一种协定 那这个协定也是建筑在我们 网绩网络多方利害关系人治理这个概念上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好像政府来决定说 这个公共建设要怎么做 而是说各国政府去commit说 我们各方利害关系人所凝聚出来的这些共识 共同价值跟共同的智慧 那我们都要honor 都要能够尊重它 而且把它变成王纪网络的核心价值 所以我想最后就是这些核心价值 才是我们做这些基础的工作的根本 基础必须要服务 这些包含人权民主等等这些价值 那也很希望 那接下来这个TWHF论坛里面 能够提示广益 收敛到更多 我们能够来实行在王纪网络上面 捍卫人权民主价值的一些做法 谢谢大家 谢谢